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时候会选择一些颜色比较靓丽的单品与中性色进行搭配 那第一套呢我是用了一个湖蓝色的五袖衬衫搭配了一条栗子色的长裙 这款裙子的面料很轻薄有光泽感 以及它的中间是有一排隐藏式的扣子的 鞋子我是选了一双白色的奶奶鞋 鞋跟是方跟的这样在旅途中是比较好走的 我在出游的时候为了节约行李箱的空间 一般会带一到两件搭配性比较强的单品 尝试去搭配一些不同的风格 那下面这套呢也是用刚才那件湖蓝色的衬衫搭配了一个白色的短裤 这套的风格就更为休闲一些 为了能够更好地突出腰线 我在这套搭配上加了一条黑色的皮带 墨镜可以说是我出游时候必戴的 那除了防晒以外呢 它还能在拍照的时候让我们逼格满满 今天搭配的这个复古蓝色的墨镜 是我近期最喜欢的一款推荐给你们 第三套我是用一个黑色的半袖针织衫搭配了一个绿色的长款裙子 那因为这件针织衫的款式非常的基本款 我想在搭配的时候给它增添一点小细节 就搭配了一条金色的项链 腰带以及包包我都选走了复古的酒红色 能够与这条绿色的长距之间形成一个撞色的效果 200cc 里面时间做 cessation 这里面点 오히려一个圆镜可以说 天á editors 确认、ação、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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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光 为爱和第一次钱 喜欢、印象、印象 solvent目标 相比刚才那套优雅服务的风格 这套的搭配就更加俏皮 我摸一些红色的A字裙很适合像我一样 胯比较宽的小伙伴去穿 那因为这条裙子它是一个高腰短款的设计 所以我们穿平底鞋也不会显得身材比例不够好 我是选择了一双白色的乐福鞋 乐福鞋是我初游的时候一定会戴着的 它的舒适性和可搭配性都很不错 中文字幕提供 最后一套是我平时就比较喜欢穿的一个风格 白色衬衫搭配直筒幼崽裤 因为这两件单品都非常的简单基本款 所以鞋子我就选择了一双橘色方跟的格纹尖头的鞋 成为整体搭配的一个亮点 感谢你们看完我的视频 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够对你们的吹牛穿带 有一些参考和灵感 那最后祝大家吹牛时玩得开心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